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出去 然后再把我们需要的页换进来 那么在换入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找出一个页把它换出去 那么找哪一页呢 那我们说我们可以用页面置换算法来去确定 也就是我们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当然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置换算法 它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能 如果你的算法不当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进神发生抖动 后面我们会讲到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页面置换的算法中 我们究竟要选哪一些页把它换出去呢 我们想如果我们换出去的页 很快它要被换进来 是不是又会导致缺页呢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换出去那些页 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很长时间 不会去使用这些页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降低什么系统的缺页率 因此我们会以缺页率来衡量一个页面调度算法 到底好还是不好 那么怎么样会降低它的缺页率呢 那刚才我提到了说 如果我们把那些以后不再被访问的页换出去 或者是把那些在矫长时间内 不会被访问的页换出去 那我们就能够降低这个缺页率 那么在实际的过程中 我们有很多种置换算法 能够接近这个理论上的目标 为什么说它是理论上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些页会访问 哪些页会不访问 因此的话我们说 当我们去讨论这个页面置换算法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通过这个缺页率 我们希望缺页率越低越好 那我们如何来评价一个算法呢 我们跟我们的CPU调度算法是一样的 我们给定一个特定的一个访问序列 然后根据这个访问序列来计算 这个序列的缺页率来评估算法的性能 那么后面我们的例子 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内存访问序列来讨论的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有哪一些页面置换算法呢 那么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最佳算法 也叫最优算法 那么第二个是先进先出 那么第三个是最近最久未使用 那么第四个是最近最久未使用的一些近似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最佳算法 那么最佳算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理论上最优的这种方法 我们换出去的那些页 是今后很长时间不被使用的页 那么基于我们刚才给出的这样的一个页面的访问序列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要访问第七页的时候 它肯定一开始是没有在内存的 也就是说我一开始假如说我给它分了三个物理针 那么一开始我是不是把七需要调入到内存 那么当我访问零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把零页调入到内存 那么当我访问一的时候 我是不是需要把一页调入到内存 那当我要访问二的时候 我们发现什么 内存现在已经满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选择一个页把它换出去 那我要选择哪一页换出去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七零一里面去选说这三个页在今后的这一段时间内 哪一个是最长时间或者是很长时间不会被用到的页 那我们会看到 在这后面是二零三零四二 那么零和一 后面我们都会访问到是吧 所以我们要换的页是什么 是七 那我们就把这个七换成了二换进来 那我们在访问零的时候我们看零已经在内存了 所以没有页面置换 我们直接访问 那我们当我们要访问三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时候三没有在内存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三放进内存 那么放的时候我们又看啊 内存已经占满了三个物理针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从二零一里面再去选说 把哪一个换出去 然后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看 后面零会访问 那么二也会访问 一在后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换谁呢 显然我们会把一换出去啊 就把这个一换出去 换成了三 那么后面的都是一次类推 当我们访问四的时候啊 我们决定换零 然后当我们访问到 这个后面的二和三的时候 我们说二和三都在内存 不用直接可以访问 当我们在访问零的时候 我们发现零之前已经被换出去了 那我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要从二四三里面再选一个页 再往后看 三和二很快被访问 所以我选择的是哪一个页呢 是把四换成了什么零 那么后续是类似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每一次选择的都是今后一段时间很长不会被使用的页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最优质化 那么这个算法的缺点是说 你怎么知道这些页 那你现在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给了你这样一个既定的序列 你是可以出来的 但是我们说在多道程序的这个环境下 实际上我们进程的推进是什么 不可预知的 你根本不知道哪个页会被访问 哪个页不访问 或者很长时间谁会被访问 谁不能被访问 因此的话我们说最优算法 它实际上是一个理论上最优的算法 通常我们是用它来衡量你算法的效率 也就是它是理论上是最优的一个算法 那么第二个算法的话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算法下我们的缺页率是9 然后页面置换发生的次数是6次 也就是说总共我发生了9次缺页 那前三次没有发生页面置换 那么后6次发生了页面置换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页面置换算法 我们把叫做先进先出置换算法 那么还是基于这样同样的一个序列 我们来考察它的这样一个置换的过程 那么一开始访问7 我们还是以三个物理帧为例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要把7读到内存 然后访问0的时候 我可以把0读到内存 访问1的时候也把1读到内存 那么当我访问到2的时候 内存空间已经满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做页面置换 那么页面置换如何来置换呢 我们说先进先出就类似于 什么排队 谁先到谁先得 那么谁先进来谁先出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 当要把2放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701谁先进来的呢 是7先进来的 所以我们把2放进来 放到了7的这个位置 那么0再内存可以不用 那么当我们访问3的时候 我们再看201这三个谁先进去呢 我们说0先进的 OK把3放到0的这个位置 后面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陆续类似的可以得到 这样的一个页面置换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置换过程中 它总共发生了多少次缺页呢 我们看到缺页是15次 页面置换是12次 几乎是最优质换的翻番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 其实先进先出算法 它的性能并不好 不好的原因是什么 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会看到它刚换出去的页 很快又被要换进来 所以导致它缺页率的增加 因此我们会有第三种 这个页面置换算法 那么它是说 虽然我不知道你今后一段时间会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用过去一段时间 或者很近的一段时间 来作为不远将来的一个近似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最近最少使用的那些页 来进行置换 那么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序列 我们来看一下 一开始701分别进入到内存 那么当我们要把2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来在701里面去选说 最近最久没有使用的页 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从这个点往前看 这些页面里面 谁是最近最久没有使用的 我们说显然是7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把2 放在7的这个位置 那么同样0在内存 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要访问3的时候 我们再从3往前看 说在内存中的201 谁是最近最久没有访问的 我们说0刚访问过 2也访问过 1是最近最久没有访问过的 所以我们把3放在了1的这个位置 那么后续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在使用最近最有未使用算法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页面 置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下 我们会得到它的缺页的次数 总共是12次 发生页面置换的次数是9次 显然这个算法比前面我们说的 先进先出的算法要好 但是我们说这种算法 它在实现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需要硬件支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去记录说 最近一段时间 谁是最久没有被使用的 你要记录这个物理真的 这样一个使用情况 那么在有些情况下 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硬件 来提供支持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会有一些LRU的一些近似算法 那么第一个近似算法 就是这个访问位的这个算法 那它的思想是这样的 说每一个页 它都会有一个位跟它相关联 那么这个值我们初始的时候 给它置为0 那么每当这个页被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页置为1 所以当我们要从内存中的页 要去选一个页 把它换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看谁是没有被访问过的 那么没有被访问过的 我们就把它换出去 所以我们置换的是为0的那个那些页 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实际上我们是并不知道 置换的次取的 有可能有些页 很久已经没有被使用了 有一些人才是很近这段时间 才没有被使用 所以这个算法 我们说它会有它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么另外一个算法的话 就叫做二次机会 同样它也需要访问位的支持 然后它会把这个页面组成成一个环 或者是一个时钟的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页被访问过 我们就给它置1 如果没有被访问过 它初始是0的 那我们在置换的过程中说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要去交换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去 一次去看每一个页的它这个访问位 那么当我们发现 这个页的访问位是1的时候 说明它被访问过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最近被访问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给它一个二次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把它访问位置为0 这个页还留在内存里面 然后去找下一个访问位为0的页 如果它发现所有的这个页 访问位都为1 它会把所有的页的访问位都置为0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算法就退化为先进先出算法 就找那个第一个被制为0的那个页 那么这个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示例 也就是说每一个页 我把这些页都穿起来 构成一个环 那么每一个页都有对应的一个访问位 那么没有被访问是0 如果有访问位 被访问过我们就把它制为1 那我在进行这个选择页置换的时候 我是按照这个环 依次的去查询每一个页 比方说我当前的指针指向这里 那我发现当前的这个页 它的访问位唯一就说明它当前怎么样 被访问过 所以我把它还留在内存 只是说我把它的访问位怎么样 变成0 让它留在内存 然后我再往下看下一个 我发现它的访问位也是1 我也是把它制为0 放在内存里面 那么当我找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访问位什么 为0了 所以我就把它怎么样换出去 然后下一次我再陆续的 再绕着这个环再去找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实现 这样的一个页面置换 那么右面这个图 就是我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 那么指针就会走到这个位 然后把这两个位都制为0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会把这一页把它换出去 好 我们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